作品 這次展覽的作品 和我以前做的東西 可以說有些不同 因為它是有一個 比較清楚的象徵開始 那個象徵就是 原裝背部的竹符 好像背架一樣 過往是一些人用來揹著書 去遞處遊學的時候 原裝那幅圖像 就是有這件事 我明確地是由這個形象 開始這件作品 和我過往比較 著重在身體知覺經驗的作品 其實都有延續 不過這次就更加明確 它的起點 這次的經歷更重要 一些具體的作品 所以在媒介的表達上 我覺得這個影片 似乎是記錄這種經歷 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我拍的畫面 都是一些比較闊的畫面 而我是一個人在畫面裏面 幾位朋友 在遠處 幫忙看著鏡頭 然後和我的距離很遙遠 遙遠到 喊都聽不到 那種 雖然你知道是和朋友一起去 但是當下的感覺 是很孤獨 在一個很闊 很撞闊的景象底下 你是很渺小 在展覽裏面有幾段影片 其實都呈現到這件事 那種關係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 如果是一些體驗的話 是一個挺深刻的體驗 好像你和一些人 有一些聯繫 但是同時你是隔得很遠 在那一刻 除了自己 好像沒有什麼人幫了你 那種經驗 我估計 都影響了我這次 呈現作品的一些方式 你們在一起 QUIZ? 你看到這個 鑰匙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